好 金融大哥 美国对于中国晶片跟AI的围堵 事实上是越来越紧密了 对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个事实 就是大概上个月左右 美国的商务部长Gino Raimondo 他去在雷根论坛里面发表一个演讲 那他的演讲里面很重要的就提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对中国的AI晶片 我们一定要严加禁止 他说他没有特别点名 其实是指NVIDIA 指挥打 他说你们一直降阶 你如果新的一个降阶版本的IC出来的话 我们发现它如果会被中国用在AI 我第二天我又就要禁 也就是说因为原先美国对于中国AI晶片的禁止的 它有一定的规格 所以现在比如说像NVIDIA或者是Intel 甚至AMD 他们都会推出一个规格上符合美国政府的规定 然后要下入中国 但是Raimondo特别强硬的要求 就是说你如果中国用在AI方面的话 我马上要禁止 不过后来呢因为坦白讲因为这个美国的企业界的势力也很大 它后来也有一些妥协 所以NVIDIA它的一个将来可以这个4090的低的这个版本 是将来可能可以输出给中国 不过对那中国的AI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呢中国最早它的AI的厉害就是在人脸辨识开始 那因为中国坦白讲对于个人的隐私权不是很重视 所以像那中国的AI事实上在微卵 还有Google 他们都在中国设有很多的实验室 所以中国AI在各个地方进步很快 后来美国发现有问题 所以它进NVIDIA的A100 那NVIDIA后来有降阶版本A800 H800 美国还是照进 那因为害怕它这个AI 那AI如果用在一般的商业用途 可能美国还觉得OK 但它怕被用在军事用途 因为AI现在的大语言模型 就是这个大模型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可以把很多资料 它深层式的AI 那如果用在军事的话 兵器推演或者是战略 以及比如说弹道模拟 各种方面AI让它如虎添翼 甚至如果将来在飞弹方面 这个都是如虎添翼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其实以企业界来讲 美国的企业还是要做生意 第一个以美光来讲 就是美光它对中国 开始释出善意 因为在今年的五月份 中国以网络安全的余力为理由禁止 就是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比如说伺服器这一些的厂商 禁止他们采购美光的晶片 那美光的晶片 这个影响美光不小了 因为美光在中国和香港的生意 占它的营业额的25% 那如果中国严格的执行 其实中国在这个地方 它发表这个禁令是反击美国 那另一方面它留了一个弹性 所以美光的执行长在 第一个美光他们在 今年的六月份 他们就宣布要在中国的西安 投资它的封测厂 它甚至买了历程 因为历程把它西安封测的设备 就卖给美光 然后美光的执行长在 今年的7月和11月都分别到中国访问 它7月份也拜访中国的商务部 然后11月份拜访中国商务部的部长 那最近美光的一个协议 就是说美光跟福建进华 中国的福建进华 达成智慧财产权权的和解 那福建进华是在2017年 因为福建进华很多的 他们很多的工程师 事实上他们是来自 美光的瑞晶半导体 因为当时福建进华是跟联电合作 那么联电呢 它是用瑞晶半导体 那瑞晶半导体因为当时是跟美光有和解 瑞晶原来是跟那个 美光合作 然后后来卖给美光 那卖给美光 所以他们跟美光之间有 就是说等于美光的中科的那个厂 那这个部分联电先达成和解 然后联电也跟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 因为2018年 美国司法部非常高调的起诉福建进华 还有联电 那么最近呢 美光跟这个福建计划和解 这个代表美光四处善利 那我想美光还是看重中国的市场 那么对美国的战略来看呢 我觉得美光当然了 它的D-RAM可能可以用在伺服器各个部分 但是呢如果在 就是说在这个消费性 手机各个部分 这部分我想美国应该可以放管了 而且这个优管美国企业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呢媒体报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要可能跟各位说明一下啦 就是说台积电就是说以前台积电的这个梁梦松 他要用DUV让中心能够攻克三奈米 我先打个岔 这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简单的跟您报告 就这个可能性不高啦 因为为什么呢 7奈米OK 为什么 因为7奈米台积电也用DUV的 就是说DUV的显影机 微影机做7奈米的制程 5奈米呢 就是净论式显影机之父 就中原液的院士原来台积电的副种 林本健博士说5奈米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要用5奈米 只用DUV不用EUV的话 量力会很差 那么你要到3奈米 3奈米还有量子穿碎的 各种部分很多的问题 我可以跟您报告 三星到现在 3奈米的良率都还不好啊 所以有人跟我说 如果用DUV硬要做良率 可能是零 那就是等不起吗 有人这样跟我说嘛 我简单跟你讲就是不可能啦 因为它那个multiple scan 它是用multiple scan的方式 就是多重曝光 一层一层曝光 因为那个到3奈米很小了啦 为什么3奈米如果用英特尔的讲话 3奈米就30个a嘛 a就是amstrong 就是说其实那是原子的单位 一个原子几个amstrong 那么小的地方你用DUV的是 DUV 那净论式的DUV是135奈米的波长 那EUV是多少 13.5奈米的波长 这个差很多啦 那2023年的营业额我们来看 Intel输给回答了 哦 好 回答2023年 今年的营业额 它回答可以达到 就是565亿美金 一呼啦 那这个 Intel是539亿 535亿 所以输给了 不过Intel最近股价涨得很凶 昨天涨了5点多个percent 今年累积 它的涨幅非常好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 Intel CEO很会做公关 很厉害 然后Intel到处投资 最近的一个宣布就是 要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金 他感到 那因为第一个 我们讲Pactigenger本身也是犹太裔的 所以 但是以色列投资 有它的战略意义在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很聪明 所以可能在以色列投资 不过以色列人聪明 做IC设计 可能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 如果要做制造 我觉得或许没有那么厉害 那么台积电我们来看 台积电在今年的10月份的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 那11月份稍微有下来了 那12月份应该很不错 那主要的原因是怎样 我觉得跟AI有关系 不是伺服器的AI 而是手机PC AI 以及就是说手机的AI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